接牌 嗚呼 掌聲鼓勵 教育扎根 職能 興趣 探索 跟精湛職能 實作體驗 就是讓學生實際去操作 雞電子跟藝術 這兩個質詢來做體驗 然後邀請我們高中職的老師 以及業界的老師來協助我們授課 讓國小五年級跟六年級的學生 能夠到這邊來體驗 在參觀中心的時候 關於翁長良是怎麼來人家 雖然走到電視鏡開眼睛 翁長良在上肯定沒有了 不去肯扶 就變成是領起徵修的財務 我師家醫軍的標準 四十六年 健康目青 教肆英雄 透過操作的方式 我們知道 原來這些東西 它的性向跟興趣 會不會從小就被發覺 然後慢慢地對這些東西有興趣 所以我們現在的水上國中 還有我們的新港國中 設立這兩個所謂的職業探索的 這樣的一個中心 那通過學校 他們可以來申請 然後可以由專業的老師 來帶領這些小朋友 讓他們去認識 相關的一些職業類別 包括去體驗 我想這個東西 有時候小孩子在體驗的過程當中 發現到他對這個東西特別有興趣 那也可能就是他的性向 可能跟這個東西比較接近 反正有翁張梁希望 透過技術教養領校的老師 和民間的合作 提供香港的環境實際體驗 才有應徒實作的規定 盡量學生對自己的設施 也讓他們可以找到他的興趣 對著網上來增進 記者 黃培蓋的國安查文報道 我們可以看吧 好 接著我們